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刘天徽牧师 中华基督教卫理工会牧者会长 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三到五章 关于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极大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的医治 彼得第二次讲道的时候 有诸多人的信主 也从中疾病的医治 这是一大极大的神迹发生了 同时也对教会的第一次的避害展开了 教会的自由面对受到限制 还有很多神的儿女跟使徒们受到很大的威胁 那么对于神的儿女 门徒们在那时候内心是一大的困扰跟麻烦 没有自由也加上避害 那耶稣升天之前的最后工作 直到他被接的那一天 他通过圣灵将诫命交给了他所检浅的使徒之后 他在遭受害许多的无解可及之名之后 在四四天之内被他们看见了 还向他展现了自己的生命 说到有关神国度的事情 直到他被接受的那一天 为此耶稣这些圣灵指示使徒们 有关他不在的情况该做什么 他已向使徒发出诫命 最重要的是耶稣通过圣灵做到了这一点 就是复活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在一切权威和主权下复活了 然而他仍然选择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依靠圣灵的力量和圣灵的大能的存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见这极大的神迹所带来的 整个人们的意识跟贵向主 同时教会也受到许多拦阻跟避害 但是圣灵大有能力地 必与历史历代的教会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三到五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 传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惊他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素长 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觉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益者 反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 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摩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 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撒度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 南丁数目约到五千 第二天 官府、长老和文士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纳 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痊愈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 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吩咐他们 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烦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 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作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 为所行的歧视都归荣耀于神 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惠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魏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磨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托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着你圣托耶稣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那许多信的人 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 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那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有一个立位人 身在居比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 就是劝位子 他有田地 也卖了 把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第五章 有一个人 名叫雅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 萨菲拉 卖了田产 把嫁淫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淫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 断了气 听见的人 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夫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主见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 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 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 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诚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萨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街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 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叫其工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殿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役到了 不见他们在殿里 就回来禀报 我们看见监牢官的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即使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 心里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殿里的人 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了 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我们主动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以色列人哪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尤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入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不住地教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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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的老婆 也不住地教训人 把他们给他们打开 有个人是否能力 最后的房子 不住地教训人 不住地教训人 就会把他们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